大家好,我是姨妈 101度的高考就快到了 孩子们的学业压力也是非常的大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适合学生喝的补脑抑制安神汤 提高记忆力,增强体质 首先我们准备一把黄花菜 黄花菜又称旺幽草,有建脑安神的作用 它对我们的眼睛和身体都有很大的好处 黄花菜清洗一下,再加入清水浸泡20分钟 用披花生一把,莲纸一把 清洗干净后,也加入清水,浸泡20分钟 准备200克的瘦肉 清水清洗干净后,切成小块 冷水下锅,让它焯一下血水 煮出浮沫后捞起 然后用清水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的瘦肉放入炖中里 银纸和花生也一起倒入 加入一碗半的清水 放入一小片的生姜 开生盖子放入冻锅里,先炖一个小时 黄花菜在浸泡的过程中我们多换几次水 一个小时后,放入洗干净的黄花菜 开生盖子,再继续炖半个小时 时间到了,这道安神建脑的亚生汤就做好了 加一些盐来调一下味 这道汤口感清甜,安神补脑,增强记忆力 对我们的眼睛也有一定的好处 非常适合学习繁重用脑过度的学生们来喝 喜欢的家长们不妨瘦烧起来煮给孩子喝